关于手势机AG7是如何编辑文本 下面你看我们要用手指点一下听到咔嚓一声 好然后搏上这个然后再开机 请看一下他们注意事项在镜子在喷印状态下使用墨盒 下面我们来讲述一下关于手持机 如何插入信息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要编辑信息 好下面有printed message new message sever message instatxt instatcoco disciple 二维码 条码 图片 续练号 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 如何编辑一个新信息 好新建一个新建一个信息 这里会显示啊第十条 ok 那么我们现在先插入一个文本 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clear clear 好ok 好点击键盘就缩小了啊 然后这个字体的大小啊 我们比如说是改到80 好 这些就变小了 这个是可以拖动的啊 这个可以拖动 好 然后我们看观察一下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灰色的区域 灰色区域这样的话它这就打不全 我们必须要放在那个白色的区域 好 比如说比如说如果我们放在这个灰色区域有什么像像啊 好 我们现在我们点击发送打印 好 我们试一下 打出了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看这个信息它就缺了一半 看到没有 你缺了一半 所以说我们这个灰色的区域是不能够产生质的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把它进行 修改啊 按一下这个地方就可以打印啊 关闭打印 我们必须要把它移到 这个 这个白色的这个区域 白色这个区域 然后我们再点击OK 再发送一次打印 再开打印 然后我们再打一次 好 OK 好 这是 我们插入 好 我们这 这下一次我们要插入一个时钟 时钟这里面它是有 呃 很多格式的啊 你可以任意选一种格式 啊 然后字体 啊 这是有很多种字体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字体 啊 你看 它有很多种字体 点针字体也有啊 啊 比如说我们选个七点针的 啊 同样这个地方是可以调这些大小的啊 这个有个 骑士日期 就是 调这个有效期 啊 有效期在这里延迟多少天啊 这个 好 OK 我们点击 OK 这个地方是一个是 对替一个是 time 看到没有 一个是 date 一个是time OK 点击OK 好 我们再插入一个 再插入一个啊 嗯 我们把它选择time time 你看 它就变成时间了啊 时间 看到没 OK 好 我们再打印 每次修改这都要点击啊 发送信息啊 发送信息 好 我们再打一下 我们点起 好 看 它就有 clare 2020 10分秒啊 看到吗 啊 就是这个意思 好 然后我们关闭打印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里面还有date删掉吧 嗯 我们为了方便观察我们先把它删掉 好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插入一个是可变数据 可变数据耶 我们一般的是呃 用U盘 就是使用这个呃 USB 呃 用USB是插在这个里面呃 插在那个地方 然后就可以进行导数据了啊 这个地方我就不多讲了 好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是插入QR-Code 啊QR-Code 它也有很多种插入的方式 你看 有时间 有文本 有呃 训练号等等啊 啊日期这些都有啊 你看一般的TXT 哦 你看我们比如说我们就用这个OK 我们点击啊 我们比如说点击一个呃 呃 随便输入一个吧 输入一个 呃 123456 啊OK 点OK 你看二维码就发生了变化 好 二维码的大小在这个地方 看看 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有一个二维码的大小尺寸 啊 你看一下吗 哇 这里有个尺寸可以进行调节 啊 尺寸 你看 它也有多少乘多少 你看 多少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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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都是有的啊 好 这个地方标准是200 啊 嗯 这都可以 点击OK 啊 对吧 然后我们点击OK之后 这里还有一个是插入图片 那插入一个条码 条码你看 啊 条码的形式也是一样 它是有很多种 你可以选择哪一种都可以 啊 比如贴个机 啊 比如说是 呃 啊 就这样吗 啊 OK 我们点击OK 它这个数据就过来了 条码同样也是一样 有大小有高低 啊 这个有大小 我们比如说我们把它选了15啊 比如选了15 OK 它就会变窄了 对吧 变窄了 这个同样也可以缩小啊 同样也可以缩小啊 同样也可以缩小啊 放大缩小啊 好 我们再点击OK 这个地方是一个插入图片啊 图片啊 比如说 UDEX 啊 就是这个U盘啊 U盘 那如果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找机器内部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啊 我们不用 我们就用机器内部的啊 机器内部啊 有一个 你看这个 这个图片同样也是可以放大缩小的啊 我会一点 好 这是就是图片啊 同样是尺寸可以放大缩小 那点击OK 好 这里还有一个啊 这个我们就不讲啊 我们讲这个插入训练号的问题 啊 你看 这个是 有很多种啊 训练号 我们在训练号编辑了有 有24个训练号啊 24个训练号啊 24个训练号 你看最多是24个训练号 我们可以啊 比如说我们用训练号1啊 用训练号1 那么 那么 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 做一个尝试啊 这个这些地方都是可以改的啊 这些地方都是可以改的啊 然后我们点击OK 好 我们点击再再点击发送打印 每修改一次都要点击发送打印 然后我们点击打印 你看 我们再打印一次 你看 看这个这个图片为什么是这下面 你看这个图片为什么是下面 下面这一些没有 看到没有 下面这一线没有 这个图片啊 已经超借了 超借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啊 你看 我们把这个 高度 我们把它改到120 然后点OK 它是不是就缩小了呀 它原先是150对不对 还是150 150 然后OK 然后 XY Y改的0 0 它这个是空白 你看 这个Y轴一改的0 它就上去了 我们再点击打印 好 再来一次 是不是就全了 是不是就全了 这就是这个原因啊 我们不能够抄出这个白色的方框 这个就是一个插入图片的一个整个信息的流程 我们再浏览一次 我们再浏览一次 我们再浏览一次啊 好 打印信息 新建信息 保存信息 我们建了之后 我们要保存它 然后插入文本 插入时钟 可编数据 好 二维码 条码 图片 也是这样 这个训练号 好 这个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一个 很少用的一个功能 也可以用 这个就是基本的一个操作 OK